在萧炎准备动身之际,须眉竟是来到萧炎的亭阁处。 此时,所有住在炼药亭阁之中的炼药师们都准备参加灵药大赛。 自然,须眉的出现顿时成为这里的焦点所在,而须眉则是在亭阁内迟迟没有出来。 须眉公主来此做什么?不仅她来,其余几个长老来过许多次了。 在这炼药亭阁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,竟能让须眉公主亲自前来迎她。 这个炼药亭阁我倒是有些印象,似乎还出现过丹药偷跑的事件。 这种错误不可能会出现在一个强大的炼药师身上。 在一片质疑声中,萧炎的身影带着雷姬和萧綦从亭阁之中缓缓地走出来。 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女人。 当然,绝大多数人的目光第一时间都被雷姬和萧綦的美貌所吸引了过去。 雷姬穿衣风格可遇可甜。 此时,她便是一身月白衣,搭上雪雨间,断裙绣着金色花朵。 仙妖不足盈盈一握,将她玲珑的身段显露无遗。 我说,你有必要打扮得如此精细吗? 萧炎苦笑道。 嗯?不好看吗? 雷姬美眸看向萧炎。 此刻的雷姬完全想象不到她战斗时候那种刚猛的样子,宛若一个柔水女子。 就是太好看了一些,你看周围有多少目光,狼吞虎咽的。 萧炎不好气地说道,一道道火辣辣的目光盯着雷姬和萧綦。 萧綦虽然打扮素雅一些,但在萧綦开始修习剑道之后,她的气质也发生了改变。 萧綦,从原本的软萌田朝着郁姐方向进发,精细的脸蛋,越看越是耐人寻味。 哼,上神出门还带着这两个大美女,恐怕会惹来不少麻烦吧? 比起一旁的须眉,她的模样谈不上美丽,不知晓是不是没有打扮的缘故,看起来给人的感觉十分普通。 麻烦倒是没什么,至少看起来赏心悦目。 萧炎看着虚眉回答道,这句话多少有些讥讽虚眉,潜在的意思就是在说虚眉长得丑。 美貌这种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,要知道,生存才是第一法则。 如果美貌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危险,我宁可选择不要美貌。 普通一些会更好。 虚眉倒也没有生气,因为普通就是她的选择。 走吧,灵药大赛即将开始了,事不宜迟。 虚眉说道,萧炎也是微微点点头。 说完,便是在各种目光当中,虚眉带着萧炎等人离开了这里,前往灵药大赛举办之地。 灵药天宫之中,所有建筑都修筑在天上,至于下方的整个界空,种植着各种灵药,除了管理者,无人能够进入大陆之中。 在这空间之上,乃是有强大的禁制阵法,想要生闯,几乎没有可能。 因此,灵药天宫之所以能够吸引四面八方的灵药师汇聚于此,便是因为灵药天宫的整个界空,几乎什么药材都能在这里寻到。 这里便是成为了灵药师的最高殿堂。 灵药大赛自然也是吸引众多灵药师的原因之一。 虚眉带着萧炎一种离开了灵药拍卖行,抬头看去,一个巨大的悬浮小岛。 而此时,周遭可以看到,无数的身影不断朝着萧岛掠去,远远地已经听到了沸腾的人声从萧岛之中传出,可见其程度也是相当之鼎盛。 萧炎随着虚眉进入了萧岛当中,而整个萧岛分布成了东西南北四个区域,每个区域都能容纳上万个炼药师。 萧事区域比试后,才能进入第二轮,最后决出者进入最终比试。 接下来看你自己了,若是你能闯入最终比试,我自会帮你。 虚眉说道,只是现在,虚眉还在喂萧岩糖果吃,不知道她心中在盘算些什么。 不过萧岩暂时没去思索,虚眉到底在盘算些什么。 但至少现在看起来,虚眉似乎并不敢对她动手,应该也是有所忌惮。 萧岩直接笑了笑,便是抱拳拱手,前往参加报名。 期间,萧岩直接让萧綦和雷姬都进入到了空间阶制当中。 毕竟这里并非绝对安全,还是保险一些的好。 接着,萧岩便是前往报名处,看着岛上的巨大广场,人山人海。 萧岩也是不禁感叹,和以前参加过的炼药大赛相比,这简直是萧岩无法想象的画面。 名字。 萧岩。 炼药师品级。 应该算得上神片吧。 萧岩顿了顿,自己究竟是什么品级的炼药师,萧岩自己心里也没有一个准确的书。 灵魂之力,保密。 萧岩回答,询问之人顿时看了一眼萧岩,但也并没有多问。 萧岩顿了顿,便是上交了十亿的报名费,顿时让他感觉到一阵肉疼啊。 虽然他拥有三百亿神元气单,可十亿毕竟也不是一个小数目,让他一阵肉疼。 当然,须眉此刻比他更疼,但又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将萧岩拖在这里。 党带另外三个长老驱除火毒后恢复过来,无论遇到什么情况,四个人总比他一个人要好。 因为须眉感觉得到,萧岩并不简单,所以一切还是谨慎一些。 继续,3321号。 男子递给了萧岩一个腰牌,正面写着3321这个数字。 萧岩接过腰牌,并是朝着西区走去。 第一轮测试,开始。 萧岩来到西区后,便是看见一个巨大的拱门,而拱门空间扭曲,似乎通往着哪里。 只有令牌者,速速前往。 一旁还有人吆喝道,萧岩一头污水。 这不是令药大赛吗? 怎么什么规则都没有说明。 面前拱门明显是一个微型虫洞。 看着一道道身影不断冲了进去,萧岩也是一咬牙。 管他3721,直接跟着一众身影,冲进了拱门虫洞之中。 身影瞬间消失不见。 几乎穿过拱门虫洞的一瞬,眼前豁然开朗。 一大片连绵不绝的山脉,出现在萧岩的面前。 所有人的身影,皆是被一股距底,强行朝着地面压制而去。 这里,浸飞。 萧岩没有反抗。 顺着力道的同时,也是选择一个小山谷而去。 萧岩没有反抗。